捉鬼涉湖礼公著名 虽您令金卓先生公子也 为人豪爽无哪怯 为新城王继良内帝 继良家多楼阁 往往见怪异 功长数月祭宿 爱阁上晚良 获告之意 功效不听 顾命涉踏 主人如言 主仆备伴公诉 公辞约 生平不解步 主人乃使铸香于炉 请任何止 使兮逐妇飞而去 功就枕仪时 于月色中见己上明晚 倾策旋转 不坠意不休 功多知 坑然立止 又若有人拔相助 炫耀空计 纵横坐花旅 功起赤曰 何物鬼魅感耳 裸膝下踏 欲就捉知 以足密床下 紧得一缕 不暇鸣搜 赤足抓窑处 铸盾插炉 竟记无照 共辅身便摸暗邹 忽一物腾机夹上 绝似屡状 所知 一书不得 乃起腹下楼 忽从人若火逐之 空无一物 乃父就寝 记名 使树人搜吕 翻席倒塌 不知所在 主人为公义吕 月日偶亦仰手 见义吕家塞船间 挑拨而下 则攻吕也 攻义都人 桥居于资川孙氏地 地其阔 皆至闲矿 宫谨居其半 南院林高阁 只隔一睹 十见隔非自起壁 公义不至念 偶语佳人化 于亭 隔开门 忽有一小人面北而坐 身不满三尺 绿袍白袜 众旨顾之 亦不动 公曰 此胡也 汲取公使 对隔欲设 小人见之 雅雅作 也于之声 遂不复见 宫捉刀登阁 且骂且搜 竟无所赌 乃返 亦岁绝 宫居数年 平安无恙 宫掌宫有三 未于殷家 其所目睹 亦始誓曰 与生也晚 未得奉公帐旅 然文之父老 大约慷慨刚毅丈夫也 官此二世 大概可赌 浩然终存 鬼狐何为之灾 双引号 翼儿 双引号 双引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